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咱们家的补偿款 我都给你放在折子里了啊 够你在城里买房子的投款 密码是你考上大学那天的日子 现在你要在城里结婚的话 你得先买房 现在城里房价那么贵 我又刚工作没多久 你哪有钱买房啊 骑泽 你老丈人是大官 他家里肯定不缺钱啊 那买了房也是他闺女住 他家不能出吗 哥 这点吧 城里跟咱们农村还都一样呢 一般人都觉得呢 这买房子应该是南方的事情 对呀 对呀 干吗住人家的房子 那不成入坠了 不拙不拙 对 不拙 不能让他瞧不起咱们农村人 我告诉你 这点做不好 将来你们在一起过日子 你难受吧你 就跟你爸在家里一样 对呀 跟我不一样 那个 庆致 要是在城里买套房 得多少钱 那得看买多大的 什么地段 即使贷款 首部要三十万 多少 三十万 这么多 我 干吗呀 神神秘秘的 庆来 我跟你爸想跟你商量 那多少钱给庆致买房的事 他也老大不小了该成亲了 你们定不就行了吗 要不让我把那个幸福跟庆致 叫回来一块儿商量 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老是没主意呢 不用跟咱们商量 咱们就听你妈的 庆来 你看现在咱家啊 刨去银行的贷款 还有给老蔡的钱 剩下将近四十万 我俩呢想三十五万 给你弟弟买房 剩下五万留给你租地 五万块钱 就只够租地买种子的 你建大棚 贷款数目可就大了 不弄大棚了 还跟你钱一样 能中多少就中多少 你媳妇那个投资建设大棚 那个计划太让人担心了 咱们老王家 祖坟上眉毛经验 咱们还是指望你弟弟 在城里边好好发展 我想着 他研究生地 终于可以帮咱们一把了 先别那么急啊 他俩现在不还正谈着吗 刚跟大领导挂上钩 这在要命的时候 咱全家一定要帮他一把 等他往后成了亲 生了孩子 那他家的不就咱家了呢吗 那再往后 咱们家不就有了个大靠山了 可是 那好吧 来了就住一天 也不多住两天 明天就得上班了 有吗 来 把这个也带上 这也太多了吧 城里虽都买得到的 城里买的是买的 这都是咱家人的一片心意 你就收拾吧 妈 谢谢嫂子 有点太多了 装不下了 都是我自己做的 慢慢吃 行 这是梅干菜啊 对对对 外面晒得梅干菜 这还有 对对 梅干 这还有 来来来 这还有呢 把这个带上 这个放上 谢谢小妹 小妹 那是蘑菇吧 对 还有那 还有那个枣 吃了补身子 咱们家的补偿款 我都给你放在折子里了 够你在城里买房子的头款 密码是你考上大学那天的日子 妈 这 啥都不说了 好好干 哦 你只要过得好 家里哪儿都好 清智 来 重复 拿着 谢谢妈 是 哈哈